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因为我发现这个里面的这些歌曲经过这些音乐人的改编之后变得极其的有味道和吸引力 还有我特别喜欢的两首歌《金润吉的摘星剧》和这个戴雪的《醉酒店歌》 哇 我觉得特别的豪气 真的 其实在我们的天类之声的舞台上 每个歌手都在很用心地做传统音乐 进行改编之后完全不一样 放下来听听和感受 在东南卫视和海峡卫视联合打造的大型音乐真人秀节目《天类之声》的舞台上 每一期都有宛如天类般动听的金曲传出来 而在最新一期《天类之声》节目中 民族歌手们继续突破自我 在传承的基础上大胆创新和改编 思琴格日乐是一个率性洒脱的人 音乐上总是带给大家惊喜 在《天类之声》的舞台上 思琴格日乐一直在尝试不同民族的歌曲 他唱过利宿族的利宿酒歌 也唱过壮族的《沾歌好比春江水》 而在上期节目中 他更是尝试高山族卢凯部落的歌曲《卢凯情歌》 《卢凯情歌》其实就是 卢凯部落的一首特别古老的这种名歌 它的律动是很悠闲 有点像卢凯部落日常的生活 感情啊 状态啊 就是自由奔放的这种状态 作为一个蒙古族歌手 思琴格日乐大胆挑战高山族的歌曲 在演唱中 思琴格日乐既保留了高山族卢凯部落的传统风味 又融入了藏族元素 让大家认识到另类的高山族 它实际上是咬着它高山族的一些字的字音 但是它实际上在旋律上 它使得蒙古化了 四季格日乐用本民族蒙古族的唱腔去诠释高山族歌曲 而另外一位歌手金润金则是在演唱自己本民族朝鲜族歌曲时 融入了其他民族的元素 这首歌融入了我们朝鲜族的风格 也融入了藏族和汉族的一些搭配 朝鲜族民歌大多描写的是 远走他乡思念亲人的离别之苦 金润吉的别路行同样讲述的是 两人的分离不舍的情绪 但通过金润吉的改编和表达 有了另一种感觉 歌曲中加入了高亢嘹亮的藏族女高音 深远的意境使这首歌哀怨的情绪少了几分 增添了几分力量感 金润吉的声音既温柔又有力量 神情的演唱让观众听得心碎也听得心碎 而凭借出色的表现 金润吉也得到了节目音乐总监 谭依德老师的高度赞扬 这首歌的音乐对比度强烈 安静 丝猴 整个的盘山倒海一样的这种感觉 确实是他以前音乐风格没有 在传统的基础上 如入现代元素 这是民族音乐的出路和动力 在上期节目中 汉族的客家歌手关灵芝 也将传统的客家歌曲 与美国的学士乐巧妙地结合在一起 落水天这首歌描写的是下雨的时候没有带伞 衣服被雨打湿 整首歌原本带有哀怨带有淡淡的忧伤 但是关灵芝在其中加入了绝世乐的音色 让整首歌听起来是一种慵懒 一种雨中漫步的洒布 别有一番情绪 hak android的定刻的歌手序 ignition织声 既然更有可能和散烦 aos平定的奏育 既然舞遇 fa rational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而民族音乐就是要通过这种不断的突破和创新 才能具有源源不断的活力 才能在传承和发展的道路上一直前行 乐凡天综合报道 天籁之声音乐任务大眼收 歌手们 你们完成任务了吗 将近吧 你的任务是用你的音乐带领我们认识门八族 大家好 我是紫薇 接下来继续提到的就是我们的天籁之声 因为今天是周二 周四就是我们天籁之声的第一季的最后一期巅峰盛典 其实讲的这盛典当中总不是有八位歌手露面 我真的觉得这八位歌手 他们把他们认为的最好听的民族音乐 在这个舞台上展示 其实按说录制的时间当然是最长的 也是最累的 但是我是最开心的 我觉得大家尽情地演唱 陶醉了其中的感觉真的太棒 是啊 因为天籁之声有特别多的一个歌手 但是很吸引我 其中一个就是克尔曼老师了 我觉得他特别的萌 你知道吗 因为那天跟克尔曼老师私下在聊天 他说 哎呀 你知道吗 我为了找你们乐翻天播我这个节目 我一期一期地去办 一期一期地找 就是要把我这个民族的音乐 带给国外的观众朋友们 我都想说 克尔曼老师 你跟咱们编导邀一微信 我把你们一起发给你就好了 还一起一起找 太萌了 我说 其实真的我就发现这些歌手 他们生活当中和在舞台上完全两样 生活可能很可爱 但是在舞台上又极其的大气和迷人 讲到这些歌手 他们除了在舞台上散发自己的魅力之外 其实都在完成一个任务 这个任务就是对传统音乐的传承 到底完成了怎么样 看一下 由东南卫视和海峡卫视联合打造的 大型音乐真人秀节目 前来之声已经接近尾声 在第一次登上这个舞台的时候 每一位歌手都接到来自节目组发布的任务 而在这一季即将结束之际 歌手们的音乐任务到底完成了怎么样了呢 歌手阿鲁阿卓来自宜族 宜族主要分布在云南 四川 贵州 生活的环境较为艰苦 社会生产力也比较落后 但是遗族人有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 不管身处何种困境都不退缩 就像一块石头一样 默默地承受 从不抱怨 而阿鲁阿卓用一手石头 把这种遗族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 因为母亲在你身后不换 寒风一面 水过你呀黑 没睡吧 是你的肩膀 还难过吗 你不愿意呀黑 不但用歌声唱出遗族人的坚韧 阿鲁阿卓还一首不要怕 唱出遗族人不畏困难 不畏未知事物的乐观飞涌感 我哪哄一首不要怕 我哪个人就会 不过较遗族人的 Katie 阿鲁阿� maneu 不要怕这首歌 就有一种寂寞在里边 不要怕不要怕 一切都会过去 一切都会好 阿鲁阿卓的歌声 给予观众勇气和力量 以及对未来的美好期盼 最终完成了用遗族的音乐 讲述遗族精神世界的任务 阿莱 你在这个舞台上的任务是 用你的音乐 让我们听到哈萨克族 伟大的民族音乐传统 领略哈萨克族的文化 阿莱是天籁之声 唯一位哈萨克族歌手 也是这个舞台上 年纪最小的歌手 结束了节目组 伐舞的任务之后 阿莱先用一首《萨玛勒山》 讲述了哈萨克族的一段历史 《萨玛勒山》 《萨玛勒山》 这首歌是在记载沙皇时期占领了哈萨克草原 然后让哈萨克所有的当时满16岁的孩子们都去参军 这首歌就是当时哈萨克青年去打仗的一个历史 历史是传统和文化的一部分 无论是音乐文化还是传统 都来自于一个民族的人生观价值观 而阿莱的这首《爷爷常说》 就是在表达哈萨克族的人生态度 哈萨克的孩子从小到大 其实他听过所有的哲理几乎都来自爷爷 花开的心就从清幻歌 人生如暴空中是相恋 阿莱把爷爷说过的哲理唱成了一首歌 唱出了哈萨克族的人生观 价值观 让观众听到了哈萨克族的文化和民族音乐传统 杨吉玛你的任务是在这个舞台上用你的音乐带领我们认识门巴族 门巴族是中国历史悠久的民族 门巴族人喜欢悠闲宁静的生活 接受任务的杨吉玛一次次在天籁之声给大家描绘出门巴族的生活画卷 世界这首歌中 杨吉玛就展现了自己小时候与姥姥姥姥爷一起生活的场景 门巴族对天地自然有一种敬畏之情 善良淳步的门巴族人不但尊重世间万物 同时也以一颗虔诚的心在为世界祈祷 我们不能停止祈祷 我们要为万物众生祈祷 杨吉玛的歌声带领观众们认识了门巴族这个神秘的民族 也让大家感受到门巴族以及门巴族音乐的无穷魅力 科尔曼您好 你的任务是 在这个舞台上用您的音乐向我们描述这条丝绸之路 让我们同时听到起点和终点的旋律 科尔曼是新疆维吾尔族音乐人 同时也是旅居海外的弗拉门格大师 他的音乐任务是用音乐描述新疆的丝绸之路 用音乐来沟通东西方 为了完成这个任务 科尔曼邀请了四位维吾尔族 道朗穆卡姆世界非物质文化传承人 和他们共同完成这首极富西域风情的楼兰传奇 道朗穆卡姆是一种原生态的音乐 它没有经过任何修饰的 全靠老艺人随口而唱 而为了更好的有音乐 沟通东西方 科尔曼改变了大家耳熟能详的青春舞曲 融入弗拉门格中的轮巴节奏 让这首歌变得节奏感更强 更有青春活力 也更加国际化 我想通过用弗拉明格音乐结合 现代的乐器编曲配器法 将我们新疆不同地区优秀的音乐素材 融入到青春舞曲里面 把它展示给观众 太阳下山明早已就花上来啊 花儿写掉明天还会一样离开 陪你吓鸟一句无影踪 我的青春吓鸟一样不会来啊 我的青春吓鸟一样不会来啊 通过科尔曼这首青春舞曲 观众们感受到了《丝绸之路》 了解了维吾尔族的音乐 用国际元素的改编 更是让我们同时听到了 《丝绸之路》起点和终点的旋律 第一季《天籁之声》已经进入了尾声 《天籁之声》的每一位歌手 也都很好地完成了节目组发布的任务 而本周四晚8点20分 东南卫视将奉上这一季的 最后一场视听盛宴 曾在《天籁之声》唱过 《动人天籁》的几组优秀歌手 将再次回到这个舞台 带来一场彻彻底底的孔 欢迎来到《玻璃海的点心面》 《娱乐显微镜》的号案截止 达东提就有机会拿到我们奖品了 来看看昨天问题的正确答案 就是张一新 恭喜一下的朋友 除了获得好吃好给力 《玻璃海的点心面》 提供了大礼包份之外呢 另外还有我们乐翻天 专门为您定制的充电宝 送给你们哦 是的 今天《娱乐显微镜》的名字就是 正在唱歌的人是谁 只要有《娱乐乐翻天》的官方微信 和官方微博 把正确答案告诉我们 就有机会呢 获得有好吃好给力 《玻璃海的点心面》提供的 大礼包一份 以及《娱乐乐翻天》 定制的充电宝 等着你来索取咯 好的 今天节目就